还记得吗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们学到了原子当中的电子 直子 中子的发现过程与特性 原子即是由上述提到的电子 直子 中子所组成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写下一句话 一杀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从伊丽莎 就能看到宇宙的奥妙 世界上的万物 都能以小见大而发现一些道理 其实啊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原子的内部结构 也可以发现里面的构造 与宇宙运行的原理非常相似哦 原子的内部 是由怎么样的结构所组成的呢 原子 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 与带负电的电子所组成 而原子核的内部 则是由带正电的直子 与电中性的中子组成 其中每一个直子与电子的电量相同 约为1.6乘10的-19次方库轮 但是要注意的是 每一个直子与中子的质量相近 约为1.67乘10的-27次方克 但是电子的质量 但是电子的质量却只有9.11乘10的-28次方克 是直子的1840分之1 由此可见 一个原子的主要质量集中于原子核中 根据拉瑟斧的原子模型 原子核位于原子的中心 电子则是以原子核为中心不断旋转 你看 是不是与行星绕着太阳运转的模式非常相近呢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质量远小于原子核的电子 在核外运动的范围 却占据了原子的大部分空间 因此 想要深入了解原子的细部结构 就必须了解电子的排列方式 那么 原子中的电子又是如何分布的呢 电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模式 如果我们把原子剖开 可以发现其中的电子 由内向外分布成几个壳层 依照顺序为 第1 2 3 4壳层 分别称为 K L M N 壳层 第一壳层表示 电子距离原子核最近 能量最低 也越安定 越外面的壳层 电子距离原子核越远 能量越高 也越不稳定 这些壳层 都具有特定的能量 彼此之间不连续 就像阶梯一样 因此我们称为能阶 电子 必须依照能量低到高的顺序 从 K 到 L 到 M 到 N 填入各个能阶 等较低的壳层填满后 才能再填入下一个壳层 每一层 能容纳的电子数目也不相同 第 N 层 最多只能容纳2N平方格电子 在原子的电子排列中 我们将最外面的壳层称为架壳层 架壳层中的电子则称为架电子 为了更简易地说明架电子的概念 美国科学家路易斯提出了电子点式的概念 电子点式要如何使用呢 路易斯提出了一个能够简易地描述 元素架电子数的方法 我们把它称为路易斯电子点符号 也就是电子点式 它是以元素符号作为中心 在符号的四周 加上相当于该元素架电子数量的圆点 我们以氧原子为例 先来观察它的电子排列情况吧 氧的最外面的壳层 一共有6个电子 如果要把它转换成电子点式的话 首先 我们先画出代表氧原子的O 接下来 因为氧的架电子数目为6 因此根据路易斯的想法 总共要在O的周围 画上6个电子哦 所以现在氧原子的周围 一共有两对成对的电子 以及两颗未成对的电子 至于为什么要区分成对电子 与未成对电子呢 在后面介绍路易斯结构式 以及化学键的内容时 会再详细介绍哦 既然我们知道氧原子的电子点式 是怎么画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其他原子的电子点式 是怎么样呈现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吧 原子是由电子 直子 中子 所组成 直子与中子存在原子核中 使原子核带正电 原子的大部分质量 也集中于原子核 而带负电的电子 则环绕着原子核运动 就像是行星绕着太阳运转 原子中的电子 会分布成数个壳层 越外层能量越高 最外面的壳层称为架壳层 里面的电子称为架电子 路易斯提出了电子点式的概念 透过在元素符号周围的电子点 来更简易地表明架电子的个数 我们在今天的影片中 提到了架电子的概念 其实 透过原子中架电子的排列 可以推测出元素的化学性值 进而了解元素周期表的规律性 架电子与元素周期表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现今使用的元素周期表 又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这些内容 都会在下一部影片中介绍哦 接下来是想一想时间 我们在影片中提到 原子的内部结构 与行星绕太阳旋转的模式 十分相似 在围观的世界中 我们似乎难以再从原子结构之下 继续探索 但是我们同样对已知宇宙的边界以外 缺乏足够的认识 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 行星绕着太阳旋转 你觉得我们身处的宇宙 有没有可能是 更高级宇宙组成的一部分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下次再见咯